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回到全日总结的环节 先介绍身边的嘉宾 就是我们的事务总监国师志郭sir 郭sir 你好 郭sir 跟你跟你跟进一下 就是港股方面的情况 看到今天来说行指都很惊讶停定 跟大家看看今天行指的表现 已经停在23204点 全日来计升了252点 升幅来说超过1% 看到大成加分别是591亿 国企指数升184点 收布在10574点 郭sir 先问你今天港股的表现 你自己怎样看 受到美股大幅度上升所刺激 港股今天一个列口高开 接着就向上走 经过今天的上升 整个月份的股市 已经出现一个先低后高形态 低位当然是昨天的22743点 高位暂时回到日中高位 23336点 整个月的波幅也轻轻扩 有598点 第一 一个月的高低位不可能黏在一起 即是说昨天的低位今日的高位 意味着往后一定有更加高 甚至是更加低的指数 因为高低位是不会黏在一起的 另外整个月的波幅 怎可能只有598点 一定有更大的波幅点 亦都是因为这样说法 即是说往后的事 仍然会继续扩大波幅 问题是到底是否逐步向上推升 美股已经渐渐渐渐渐走出持续市低位格局 A股也是逐步向上攀升 在中美股市相对比较稳和转强的情况下 港股其实不可能逆势而行 整个月来的市况大家看到 由9月19日的高位23554点的回落 技术上虽然跌到最低去到22743点 昨天的低位 但是跌了811点 其实相对来说很温和 因为由6月25日的低位 19426点的上升 市已经升了4128点 即是说升了4128点的市 跌回8111点 即是说回调回大约19.6% 这个调整其实很温和 如果从整个走势来看 市根本属于一个高台的整固 或者咬着高台不放的格局 因为距离23554点 是不外乎三几百点 10月份其实已经去到月中 或者接近月中 暂时的势头 其实在先低后高之下 只要指数不再低过22743点 理论上来说更加高的指数一定在后面 我也可以大胆地预测 其实只要今个月的波幅 有1000到128点的上升幅度 恒生指数已经可以进一步挑战 今年全年的高位23944点 唯一个市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成交金额 仍然比较薄扬 虽然今天有591亿 虽然昨天是多了 但以一个肉市顶 或者肉逐步向上尋顶的形态 成交金额不可能只有500多亿 最好是700亿800亿 显示到资金入市的态度 不单止是转用 而且是一路一路咬着不放的 那你的势头才能够有刺烈的气氛 现在没有的 市是好得来很淡薄的 令到大部分投资者想买货的 跌的时间又观望 升的时间去到观望 始终来说由低位上来 很多人仍然都持形保贷 是未进入市的 但我要说清楚就是 大部分的货源 以现在这一分钟来说 都是一些强者手或者基金手入面 如果没有一些重大利淡的因素 造成任何的逆转或者冲击 我相信持货者 亦然都会持形保贷 好 问题就是 拿着现金的投资者 或者个别人士 到底会不会去追 用传统经验告诉我 一般的资金是不会追的 第一 错失到低级的机会 他总是觉得现在卖贵了 他一定是五分去告追 好了 到市场稍微回跌 那么多的时间 他也担心市场可能会回深一点 不如等一等 即是说跌的时间 等明天会更便宜 到升的时间 他也不愿意高追 到最后市场走上去 真是一天真的爆了上去 例如这样 二万四千多的话 收上没有股票 是全部现金来的 那一刻就开始急了 一急的情况之下 只有两个情况 一是高追一些领航股 但是那一刻 腾讯或者博彩股 甚至是和黄这些 都升得比较多 看上升了那么多 当然不愿意追 唯有追一些 没有升得那么重的股份 没有升得那么多的股份 内银 内银和牛皮 不要买了 中人手 是未得住的 等等先 他可能去到最后 是会减回一些 二线甚至三线股 抱着投机的心态 每天都走完 轮到你了 好了 当一些资金投放了二三线股 在一段比较短的时期 是会有刺激的气氛 因为大家一起去做 股价当然是吹升 好了 由于没有什么基本因素支持 日后的势头 一直转的时间 要走的时间 就发觉 原来每一只手都是沽的 找谁来接呢 没有的 所以一旦股价跌深的时间 大部分就不舍得出 等一等 结果后又怎样 几毫子的股票 可能跌回毫多指 毫多指 毫多指的股票 只剩一两仙 其实大部分省户要输的钱 都是因为这样而输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最好一早就做回一个 入市的策略 我始终认为 假设一百万的资金 真的超过七十万 左右的数目 是要投放一些重型股份身上 然后剩下三十万的 二线股也好 三线也好 做你的股神 因为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整个大市 如果突然之间 真的要爆上去 或者升到二万三千九 二万四十 二万四千一 问问自己 由什麽股份带动 当然是传统蓝筹升 传统蓝筹不升 怎麽拉着恒生市上升 即是说这一层市 如果要破顶再上 都是传统蓝筹做一个领航股 这点大家要明白了 好 和郭叔都跟上了 A股今日的收市表现 看到三大指数都是上升 上证指数收布在2228点 升了37点 升幅是1.7% 护心300指数收布在2468点 升了39点 升幅是1.61% 至于深证城市 收布在8737点 升了52点 升幅是接近1% 0.6% 今天我们股市做得很好 郭叔 怎麽看来近走势 会否继续向好 我就看得比较正面一点 事实上来说 A股的走势 其实来说 最坏的那一刻已经是过了 在这个节目上 我一直都强调一点 就是说 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中央政府一定在内需 和固定投资方面 投放政策 因为靠出口拉动经济 其实来说 现在是相当相当之疲弱的 看回A股的走势 由1,849点的上升 直到现在 都已经是走回 一个叫做上升通道里面 而且呈现了一浪高一浪的形态 这一分钟最值得留意的就是 1,849点是第一个低位 第二个低位是1,965点 第三个低位是2,033点 即是2,030点 换句话来说 只要不跌砖这条上升通道的底部 问题不大 期间在这里 升100跌50点 没有什么特别意思 不过当然不知 如果升的话 如果能够突破2,270点 这个9月12日的高位 进一步向上望 就是今年5月29日高位2,334点 再向上望 就是全年高位2,444了 值得一提的就是整个A股 已经经历了四十几个月的下跌 现在既然我们的总理已经说了 是力保7%的经济增长 那就是往后 如果政策真的推行的话 整个内需医、食、住、行、家电、医疗等等 都会逐步逐步向上 当然是可以拉动指数 进一步向上推升 好 谢谢郭先生对A股方面的分析 和最后和大家看看主要男手股 今天来讲的收市表页 看到汇空 收报在84.5 今天来计升超过1% 中移动同样升超过1% 收报85.1% 中国银行升接近1% 工商银行升超过1% 建行升1% 港交所今天收报在127.7% 升了接近1% 中人秀和有关保险同样升超过1% 腾讯控股收报419元 升了9.2% 升幅超过2% 金沙中国升了2% 收报51.4% 另外几只 长江实业今天来讲升超过1% 新农基地产升超过1% 九仓同样升超过1% 收报在69.15元 中海外升超过1% 至华润置地升了3.5% 收报在23.3.5% 石油石化股方面的走势 都是全面向上的 中石油升了3% 收报在15.8.4% 中石油升1% 中石化升3% 收报在6.2% 今提及过股份自己有持有 没有的 谢谢郭sir 先休息一会 半个钟后 将会有一周大市的时间 和大家回顾今个星期的大市情况 好